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欢迎选购 谢谢大家理解和支持 读报了时间 加拿大新闻网 登机撤离乌克兰 中国的侨民激动的落泪 这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中国派出多架包机 接载从乌克兰撤离的中国侨民回国 那么第一班机有300多个人 昨天倾城到达了杭州 这个事情大家很感动 在挂满了五星红旗的机舱里 可以听到有乘客哭出声来 另外有3000多个人乘大巴撤离 3000多名的侨民撤离到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以及西部的一些邻国 那么第一架包机是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 到了罗马尼亚布加拉斯特 昨天也回到了杭州 现在看来呢 大家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回来了 那登机以后啊 听说这些乘客都很难抑制 内心的激动 都很高兴回到祖国了 有一个苏同学拿到了回国机票 后在朋友圈塞自己的机票订单 但是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机票 反正机票比较贵 德国之声抗议之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了死危 俄罗斯有人说是有40多个城市 有人说有50多个城市 在星期天举行了反对入侵乌克兰的死危 数千人被逮捕 欧洲多个城市周末也出现了反战 是为联合国的人权办公室指出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一直造成了364名平民死亡 有40多个俄罗斯的城市 那么在昨天爆发了反对入侵乌克兰的活动 那么有路透社引引了俄罗斯人权组织说 俄罗斯警方逮捕了3500人 这里面在好多地方 在新西伯利亚 在叶卡吉林堡都有这样的逮捕 这个逮捕实际上看来就是有人说 在莫斯科和彼得堡 圣彼得堡1700人分别是1700人 和750人被逮捕 那欧洲也一样 现在看来这个游行反游行事 反战游行事务也是比较多 那么联合国的人权组织说 也就是已经有3164名平民死亡 759名的平民受伤 可能呢还会增加这个数字 英国BBC 谈到了信息落差的问题 他说我的城市正在遭到炮击 但我在俄罗斯的妈妈不相信我 炮击以来呢 奥莱克·商德拉和他的四只救援犬 一直躲在公寓的浴室中 他25岁 那经常跟住在莫斯科的母亲通话 多次的通话 甚至把自己遭受轰炸了家乡的视频 发给了母亲 倒没有办法说服他母亲 相信他现在的女儿已经非常危险 乌克兰在边境那头 跟俄罗斯有家人和亲属 很普遍 但就像这位奥莱克·商德拉说 很多俄罗斯的亲戚 对俄乌通突完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这没办法 这因为受到严格控制的 俄国的媒体给他们灌输的故事的原因 他的母亲反复给他重复 俄罗斯的中央电视台看到了叙事 那么这里面就 俄罗斯人在解放你们的 他们不会破坏任何东西 他们不会碰你的 他们是打击军事的基地 俄罗斯不把他称之为 入侵 称之为特殊的解放行动 这个俄罗斯入侵也不能讲 袭击也不能讲 那么一些流行的电视频道都说 对乌克兰平民的威胁 不是来自俄罗斯部队 而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把平民当成人肉的盾牌 俄罗斯的反战 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在 国家电视的频道上 那么这段时间 俄罗斯的各种媒体 受到严格的控制 格拉斯哥大学 俄国和政治传播学专家 说是特克博士说 国家叙事 当然只是显示俄罗斯好人 当然大多数的俄罗斯人 也不会去寻求其他观点 但是大家来讲 对西方高度批评的片面叙事 俄罗斯这样的话 可以解释为什么 俄罗斯人跟邻国中的亲属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那么目前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的媒体塑造的 美化俄国军队的形象之一 就是说乌克兰已经摆脱了 纳粹的统治 华尔街日报 谈到是美国官员称 俄罗斯在叙利亚招兵买马 参加乌克兰的城市战 这次俄罗斯政府正在招募 擅长城市作战的叙利亚人 到乌克兰作战 这次来一直有四名美国官员说 美国有个评估显示 最近几天都在叙利亚招兵买马 因为这些人擅长打城市的巷战 可能会帮助俄罗斯来攻取基辅 对乌克兰方面造成毁灭性打击 这说明乌克兰的战斗可能会升级 现在有多少人已经被吸纳 奔户战场没说 关于这个消息的来源 也需要进一步的推敲 半岛电视台谈到的难民 援助的活动在波兰 但是考验还在后面 那谈到是一个边境小镇 叫谢尔普兹 有一万七千名的波兰小镇的市长 他叫亚罗斯拉夫 普尔金斯基 30多个小时没睡觉 讲他怎么匆忙 怎么样那些难民提供 收集保暖的衣服食物和水 现在已经有80万的难民 越境进入了波兰 现在救援的数百辆的汽车 等待了更多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的到来 他们生活因为俄罗斯的入侵 已经遭到了严酷的破坏 我们都知道波兰在几年前 拒绝接受对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难民进行重新的安置 但是他们现在非常热心 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的努力成了最前线 那么现在全国各地的人都拥到了这个边境 为难民提供免费的交通和住宿 那么这里面有些说法 在社交媒体上包括了很多人在内都发表了免费住宿的这么一个信息 筹款活动也在如雨后春损 那么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波兰的执法机构的开放性 一直支持移民和难民的波兰个人和团体感到惊讶 这个事情来讲 那么从去年以前 都对难民都有非常大的排斥 没曾想来这次战争改变了他们一切 现在有大概有80到90个 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协调政府的援助和分配任务 那么当年这些人怎么住下来 怎么安置怎么就业都是一个先进的考验 华尔街日报谈到了TITO和NIFE暂停在俄罗斯的服务 俄罗斯被科技和媒体公司进一步的孤立 这是昨天的消息 TITO暂停了在俄罗斯的新内容上传的服务 NIFE也停止了在俄罗斯的服务 成为最新的两家在乌克兰被入侵之后 撤出俄罗斯市场的科技公司和媒体公司 那这里面虽然NIFE发展的比较缓慢 大概年收入也不多 但是他也表示个姿态 那TITO现在就不一样 因为考虑到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制裁 支付方面的麻烦增多 所以NIFE也采取了这样一个跟进的措施 TITO 张一鸣他也审时多事 懂得做这样的事 路透社谈到了LISA和万斯达卡 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后 俄罗斯的银行可能发行使用中国银联的银行卡 这是伦敦的消息 俄罗斯央行昨天表示 俄罗斯银行发行使用LISA和万斯达卡的支付系统的信用卡 在3月9号之后完全停止使用 海外使用 他说一些当地的放款机构将寻求使用中国的银联支付的系统 那这里面呢就有海外的这颗金令 也适用于外资银行的俄罗斯子公司发行的卡片 美国之前的支付公司VISA和万斯达都表示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那加入了俄罗断 跟俄罗斯断结业务联系的公司之列 那么现在来讲呢 可能银联卡是个机会 法广 谈到了中国网管的问题 俄乌战是让中国的网友对立 网管的横迹处处 有意思 中国的社交网站上 他谈到微博谈到微信还有其他 网友们因为对乌克兰战争的不同看法关系撕裂 只是网管之下这两种意见的声势差很大 主流言论导向俄罗斯 本地的民众认为这是反美情绪与官方引导舆论的结果 官方引导最近意味着网上出现一个轻挑帖子 炫耀了收割 乌克兰的落难的年轻的美女 引起了乌克兰社会愤怒愤怒忠 中国的网管马上改变方向 平停了许多中国人如何乐爱乌克兰 帮助乌克兰的铁文 但是凸显了引带风向的手法太过粗糙 自俄罗斯二月下旬陆期乌克兰以来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官方微博 每一则的铁文之下都有数百的上千的留言 多数的攻击美国和北约的言论 他们认为乌克兰被攻击是美国害的 或者就是把美国过去攻击伊拉克等拿出来回顾 当然有些错误和过度简化的资讯 但是网友们不介意 总重点叫宣泄对美国的不满 当然各种各样的通稿也很多 俄乌战士的中国民间热门的话题 地铁上餐馆里到处都听得到有关的战争讨论 上海的复兴公园的两个退休老人大大大动起手 武汉呢也有看这街头的也卡架 这个事情打到流血喷头 那么上海的民众告诉中央设计 在俄乌战士中身边支持俄罗斯的意见 占到处将来人云欲云极多 支持乌克兰声音不是没有 只是出不来 这言论或者被删或者被围剿 这个事情 有看法认为 近年来中美的贸易战 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 加上中国外交部战狼式语言的鼓动 民间以美为敌的情绪增强 对此的一个影响 大家都普遍认为俄罗斯不能输 那这里面呢包括北京千华大学政治学系的 副教授刘宇有篇旧的文章 说为什么 是什么让俄罗斯走到今天这一步 谈到了俄罗斯的不自由的民主 马上就被呢 微信给删掉 老师就开始有人质疑 老师是不是支持乌克兰 像你知道微博有这个问题 有些统一发搞通稿的账号 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注意到 中国在控制言论管控 在网管这方面呢 对支持乌克兰 或有跟官方不同意见的人的这种封杀 那还是非常的到位 英国BBC 谈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欧洲的和平 何以一如既往的脆弱 写得非常感性 这作者说 有的时候历史的板块就在我们脚下一栋 猛烈的重塑欧洲 现在是时候认识到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 也是时候不再说 这种事情发生在2022年是多么的难以置信 当然现在不会比 1914年或者1939年更令人难以置信 没有什么能够一先设定这些年缝是黑暗降临的时刻 我们正处于战争的边缘 也不愿着战争要吞噬欧洲其他地区 甚至全世界 关键是 和平永远是脆弱了 和平永远是脆弱了 即便欧洲最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 也将永远影响我们 但是要从这些发生的大事 吸取正确的教训并不太容易 法国当年的军事指挥官 费迪尼夫西 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称为休战20年 因为他认为胜利的盟军的处理 战败了德意志帝国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他差一点全对了 二战是20年65天就爆发了 这位作者说 我们这一代面临的问题是 当苏联解体的人 是不是在应对俄罗斯方面 犯了类似的错误 我们高兴的看到 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自由国家中 占有一席之地 他看到了波兰 匈牙利和 曾经被苏联占领的捷克共和国 在1999年加入了北约 五年之后 波罗的海三国中间的立陶宛 还有拉托尔亚和爱塞尼亚 也加入这个行业 但是行列 他认为驱使 普京的暗黑力量是硬币的另一面 他们大家都看到了 俄罗斯被削弱 被羞辱 被剥夺的在他看来 属于其从属国 作为缓冲地带的权利 他讲了普京用自己 阴难的过往来证明这一点 这可能是真的 因为普京成全是 刻刻薄 缓情报部队一名上校 后来沦落为兼职的 出租车司机 可以想象 他是个非常难相处的人 他也在某种程度上 构建了一个神秘的概念 就是要恢复俄罗斯市区的伟大 他讲冷战结束三十多年来 西欧主要反应是输于对重要国防的投资 到几年前的某一个时刻 德国的128架的战斗机 只有四架 做好了战斗准备 而河南则计划销毁每一辆的重型坦克 那么现在河南人正考虑重新布局 德国人就提议在国防上额外投入1000亿欧元 那可不得了 那德国的反思 过去当然是好事的关键是怎么思考未来 他说讲到了瑞典 瑞典是富裕的装备精良和军事上不结盟的立场 但是他第一个感受到来自俄罗斯振振的国家 也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国家 这个国家在当前的五年周期内 国防开支惊人的增加了40% 还打算增加新的步兵团 购买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 他们呢对来自俄罗斯的这么一个 他们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个问题呢看到了 看到了什么问题呢 新的二子时代会有更多的要求 首先要有和乌克兰能站在一起的意愿 其次是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有保贵自由的勇气 远见和耐力 半岛电视台谈到是以色列的斡旋 他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 以以色列暗示 贝内特的斡旋 未能够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就是昨天星期天 以色列的总理 奈夫塔利贝内特 强调了以色列的停止 乌克兰战斗方面的道德义务 但是以色列媒体消息人士说 他的调解没有能够阻止那里的战争 到了星期六 贝内特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 随后跟乌克兰的总统 杰仁斯基通了电话 紧接着又去了波林 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总理苏尔赤 贝内特的电办公室说 贝内特的过去24小时内 跟泽连斯基进行了三次的交谈 贝内特的每一次的那个会议之前 表示他不会进一步扩大会谈 当然强调大家继续根据需要 有关各方进行的外交工作 他的机会虽然不大 但是我们看了只有小小的希望之窗 大家就要尽一切的努力 是以色列的道德义务 那么昨天 贝内特再次通电话跟普京 还有德国总理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 但是没有交代细节 他那整天就不停地通电话 不停地挥来挥去 克里姆林宫在贝内特访问之后 发表声明说 普京和以色列总理 全面介绍了局势 同意保持联系 以色列说 贝内特的莫斯科之行 和华盛顿和欧洲主要几个大国 进来协调 但是呢 以色列媒体说 美国官员怀疑贝内特的影响 普京形同的能力 据说 泽连斯基在贝内特跟普京会面之后 立即拒绝接听贝内特的电话 这个是有一个电视频道的周末新闻报道 泽连斯基在访问前一晚就知道 贝内特前往克里姆林空去见普京 当然这次会议是在美国的鼓励之下进行 而不是乌克兰的倡议 就增加了乌克兰对以色列在战争采取的政策的强烈批评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发生以后 以色列由于和激活莫斯科的良好关系 采取了保守的态度 为了以在叙利亚有军事存在 俄罗斯保持微妙的安全合作 因此贝内特以色列没有加入西方国家 尤其是盟国的美国 谴责俄罗斯的战争 反过来强调以色列跟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牢固的关系 他们现在来讲 有没有可能让以色列扮演这个角色呢 但是今天来讲 看来以色列的记者警告 不要进行贝内特的高风险赌博 他补充说 如果事实证明普京剥削和欺骗的贝内特 这将导致以色列的总理 成为巨大政治犬奴主义的受害者 所以要当这个斡旋者也很有风险 这里面补充一句是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报道 以色列的总理贝内特 昨天说 即便成功的几率不高 以色列处以道义责任来尝试斡旋 那这里面介绍了他很多很多这样斡旋的情况 跟普京会变之后 贝内特没有透露个普京会谈的细节 表示以色列将在必要时继续外交的努力 即便机会不大 但是还要尽一切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寻求跟俄罗斯保持微妙的安全合作 他特别补充了一句 俄罗斯在以色列的北部邻国序列要有大量的军事的部署 美国之音谈的不是乌克兰 谈的是台湾和两会的问题 中国承诺和平发展两岸关系 台湾反对中国强加了政治框架 李克强星期六承诺要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组络统一 但坚决反对台独外部势力的干涉 台湾陆委会巡礼要给予博撤 这里面特别谈到一个新的概念 中共解决台湾的总体方略 北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个共识 那讲了很多 台湾陆委会有很多很多的反驳 说中国应该更聚焦改善 他民众真正关切的民生扶持权力 推动民主改革和制衡监督 而不是损害国际规则的秩序 说了很多 那么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的研究专家刘国称说 李克强有关台湾的讲话 基本上往年相同 往年相同 大家不要想太多 这我们今天给大家读报的内容 第一 中国和乌克兰撤侨行动 虽然起步稍微晚了一点 但终究还是动了起来 中国驻东欧 以及欧洲的一些使领馆 也积极展开配合撤侨的行动 有人防御机票太贵了一点 有人选择归心事件 有人因为机票太贵 全家撤回中国负担不起 而选择改到乌克兰周边的几个小国去避难 把六千多名在乌克兰的华莲华侨和留学生安全撤回 这是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也希望过程顺利 平安无恙 第二点 国际舆论和媒体注意到了 信息管控和信息缠防效应 导致的俄乌双方对战争的理解不同 那么中国的网管带有倾向性的网管措施 尤其是对仿战声音的压制 让国际社会侧目 这样的背靠背 恐怕也会让俄罗斯方面不一定真的看得起你 踢头的奈飞撤出俄罗斯 显示各自的信息屏蔽 西方俄罗斯都会进一步加剧 这场战争 媒体战信息战心理战 在新媒体条件上展示着尤其的充分 有短视频评论 认为中国大陆崇拜普京的媒体现象 以乎超乎想象超乎寻常 各种无厘一头的赞美 甚至超过了内地 社会各界对习近平的战役 有年轻的女性 甚至毫不避讳的看到普京的荧幕形象 自己就有生理反应等等的事情 让外界感到无法想象的方唐 此外 在海外的中文互联网平台上 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也在激烈的争吵中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社交平台 海外也是 在美美地区的海外生活的华人来讲 这样的观点上的割裂 会显得更加的鲜明 有意思 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表现 特别活跃 第三 以色列贝内特的外交斡旋 是不是奏效 各方有不同的意见 舆论现在开始探讨 中国可能扮演了斡旋 调停角色的各种可能性 中国是否能从这一次俄乌战争中 获得有力自身发展的际遇 或者会让自己更现以战略的被动 外界议论纷纷不一而足 我记得当年普京在谈到台海危机的时候 用俄罗斯以及坐山观虎兜的成语典故 他想当那次观战的猴子 现在中国领党的确定在俄罗斯背靠背关系之上 会不会也坐避上官 或者采取更积极主动的作为 但是美国和西方的国家 而且乌克兰方面是不是愿意认受 当然也不无疑问 我们会有个专门节目来探讨这个问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